就是从大狱子角度来看的话 之前就是我们是想要软实力来 你说软实力同意 在我询问你的问题之前 我非常想表达对你 就是跳出来浴框这样的勇气和行动 表达进队 你不用配舞 我只是 在现状在这个基础上 到底怎么去处理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我当时就提出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还有一个叫 互相谅解 我觉得互相谅解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有你的困难 我有我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台湾跟大陆之间 大家要妥协 找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法 就第一点 另外一点是这样 我也觉得台湾跟大陆还是要对话 因为对话可以减少误解 可以减少插枪走火 不然两边完全不对话的状态下 那个飞机站飞来飞去 迟早会按钮会按下去 另外台湾跟大陆 跟中国之间 一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要处理 比方说气候变迁 所有的主张是从没有正义的地方开始谈起 国防政策呢 大概民众党的主张就是 不求战不会战 能战才能够不会战 另外一个我们也不会说 即时能战 我们不会主动去挑选 所以简单的讲 台民众党的国防政策 就是不畏战不求战 那我们觉得民进党常常是求战 那国民党是畏战 这是一个我们跟其他两党很大的不同点 另外国防还是要准备 另外一个是打仗 除了武器以外更重要的是psychology 就心理的准备 所以我倒觉得我们台湾在面对中国 国防还是要做相当的准备 另外一点台湾还是没有办法独立对抗中国 所以还是要跟周边的国家要形成一个程度的联盟 另外一点我每次说战争是需要准备的 随便讲一个你知道 没有电还可以活 没有水整个城市就崩溃 我们台北市97.5%的水是来自同一个净水场 所以只要一个巡律飞弹打下去 我们台北市大概97.5%就没有办法供水 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 我们在台北市的公园里面 整个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挖了72个战备井 然后还要每个月去给它柴油机跑一遍 确定说这些井是可以用 战争是要准备的 你做喊抗中保台没有做准备是不行的 我当时还写一个APP你知道 是在警察局里面的APP 如果空气警报一响你知道 你按下去你就知道 离你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 然后我们在台北市大概准备了5000多个防空洞 总之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战争是要准备的 当然你刚开始公布这个策略的时候一定会 比如说民调可能会下降 然后大家会有不理解 那包括像台湾的这种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利益冲突 作为一个这个政治领导人 还会怎么去考量 然后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会 可能我对台湾有些是不了解 其实举一个例子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来对这个 谢谢 其实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 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在建台湾民众党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三个原则 不要为了少数利益犧牲多数利益 不要为了短期利益犧牲长期利益 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犧牲国家利益 但是你不要一开始就开始妥协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取消重强敬老军 民调就掉了15% 当时他们就说 市长你要连任了 这个太危险了 我想了很久 你知道我还是没有改的 当然是这样 最后是三千票险胜 但是有人讲说 你如果那次挂掉怎么办 所以我常常说是这样 Keep Tension是一个文化 Try your best and keep tension 就是这样 但是我非常反对说 你事都没事就投降了 所以我回答你的话就是说 的确有冲突 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的冲突 少数人利益跟多数人利益的冲突 政党利益跟国家利益的冲突 我也有 那我也不敢说 每个人都要当圣人 但是就是Do your best 所以政治只有三个原则 对的事情做 不对的事情不要做 认真做 就这样 你说做 这么简单 但难在兼职 当然就是这样 Try your best 但是这样 今天如果讲实话 会拖出去枪毙 那当然不要讲实话 问题是说 如果讲实话只是 稍微不方便 变得白眼 那 那还是尽量 如果这样就发生 美国是真的有这个 willigness去参战吗 还是说会像乌克兰一样 就是说把台湾放在前面 就是你去打 我只是给你战备军备 但是最后就是死伤 那还是你这样子 不可以把国家的命运 寄托在其他国家的善意 所以每次说 在我们中文里面 叫无视敌制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的 就是我们不可以期待 敌人不会来 还是要期待自己有准备 那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 还是会采取模糊的战略 因为他们现在策略是 赫足 所以讲太清楚了 就没有 那个赫足的效果会减少 所以你不要要求说 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 会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这不合他国家的利益 我身为就是台北市选民 而且前两次的市长 票都有投给你 所以 我问题可能没有他们前两位 那么有深度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困难 是说就是我觉得长辈他们有 他们一个很既定的一些 刻板的观念 然后跟印象 然后所以对于第三民众党 第三民众党 比较没办法接受 然后我觉得你可能大部分 都是年轻的选票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 你觉得真的就是长辈的选票 又或是我爸妈的部分 我要怎么去说服他们 让他们知道 就是你们 就是这个第三势力的重要 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票 可以再送到 你送送给你 第一点喔 可以说服就说服 不能说服的话 在投票那一天 你投完票 又赶快带他们出去玩 等到时间结束再回来 我跟你讲喔 这也是一个困境 你知道吗 就是从大力的角度来看的话 之前就是我们是想要 暖实力来统一吗 你说暖实力统一是谁统一谁 现在情统来看 有点像台湾像一个旗子 然后被中国大陆和美国这样子弄来弄去 就这一点你怎么看待 所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你想想看喔 1990年的时候 台湾的GDP是中国的43% 到2022年的时候 我们不到4% 所以有一个观念 你知道 在棋盘上 你要是微不足道 你就是棋子 你要是够强你知道 你就变棋手 所以回答你的话是这样 1990年的时候 为什么台湾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比较容易 因为你的GDP占 都等于半个中国的实力 43% 你现在剩下4%的 国际还是这样 叫现实主义 你在台州上 没有能力跟人家叫牌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这个天助自助者 在我询问你的问题之前 我非常表达 对你 就是跳出来 綠框架的勇气和行动 表达敬佩 你不用佩服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而已 我每次人家说 你总会从台大当医生 当得好好的 总会去当市长 我说当年是走投无路 所以你不要佩服 我只是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 就这样 中美关系是虚警长 这种背景下 去平衡各种 政治势力的诉求 然后确保 台湾维持现状 独立发展的同时 寻求大陆 以及保持中美关系的和平 这样的目标 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这种中美 甚至说两岸之间的 这种关系 日渐紧张 分针 逐渐发生的这种背景下 台湾自身在能够做出独立决策 和就是这样子的独立的选择的空间 越来越小 就是会认为 就是会受到来自中国大陆 和美国方法的压力 那么在这种压力下 您认为如何去有效的 就是做出实际行动去影响 那第一点 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个成语 唯仁则能以大事小 唯智则能以小事大 唯仁则就是说 你要仁慈的人 才能够大的来处理小的 你要很聪明才能够小的去处理大的 我们自己要想办法 台湾 中美对抗的局势 在未来15年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从那个2CDD的现行来讲 当GDP在0.8到1.20间是无解的 那中国目前的GDP已经 相对美国已经到0.7%了 70几%了 而且中国还在上升 中国经济成长速度还是比美国快 所以疫情你知道 中国跟美国的GDP 就会进入那个休息理得陷阱 那个叫无解的范围 0.8到1.2 我如果在你0.8以下 我当然听你的 因为我比你小 我在你1.2倍以上 是你听我的 0.8到1.2变僵局 是这样的 台湾夹在中间 你自己要够聪明 你不聪明 人家说流弹 你都没打到 我就没办法 美国或英国等等的智库梯 都很忧虑在5年内 中国会动武 那请问在 就是您未来 若担任台湾总统的话 具体上您会如何避免战争 然后如何应对战争 刚才讲过不求战不会战还是基本概念 我们不会主动求战 对不对 但是也不能怕害怕战争 所以要被战能战才能够不卫战 绝对不要幻想说整个国家前途是要依赖别人的善意 你自己不够强你知道吗 没有人可以救你 所以不求战不会战 但是要被战能战才能够不卫战 我的意思是说国防力量还是要 还有一点 我们现在国防预算占GDP2%都不到 我们要很诚实地跟台湾人讲说 这个钱是不够的 因为过去台湾政府 就一直花社会福利 所以在军备上的军费的那个国防的budget上是不够的 还有一点 那个疫期从四个月变一年 你看大家已经呱呱叫了 其实我坦白讲你知道 一年的疫期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海军空军属于高技术兵种 那一年哪里过 政府要很明白的跟老百姓讲说 你不可以什么都要 你要国防安全 你要国家安全你知道 那你要付出代价 政府要做一个新政长 其实在地方是比较薄弱 那请问一下柯市长 要如何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去在没有地方的实力之下 可以去撼动蓝月的办法 谢谢 这分两个来处理的 既然我们也没有装脚 我们还是要慢慢发展组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样 今天在座年轻人 有一本书叫破坏性创新 那本书 他说如果你卖的产品跟人家一样 你的通路一样 你的广告一样 请问谁会赢 当然是MarketShare最大那家公司 所以可以打败 打败那个Nokia 不是Motorola 是iPhone 可以打败DOS 是Windows 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 如果你要跟敌人用同样的方法 竞选的话 你知道 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 我们都可以打包回家了 因为一定不会赢 那你会讲说 我要听你这样讲 那请问你有什么 新的技术 要来选举 坦白跟你讲 我还正在想 不然 你如果用原来的方法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就没救 所以你一定要创新 如果要什么装脚 什么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一定输掉 你那可能剩下 八九个月去全台湾去布装脚 然后要先募个好几亿 你知道 去买广告 不可能 但怎么做 老实讲 如果你有 有什么新的想法 请告诉我 你能资讯吗 你能资讯吗